独居女孩凌晨三点被尿憋醒 她只是起床上的厕所 却意外捡回一条命 刚准备下楼就惊恐地发现一楼大门被莫名打开 还有一个奇怪的身影在客厅里四处游走 意识到有贼闯进了家里 布林下得赶紧跑回卧室 但脚步声还是引起了对方的注意 幸好在她推开房门的前一秒 布林即使躲在了床后 可出现在门口的却是一个人形怪物 听到她走进屋里的脚步声 布林只好再次躲进床底 捂住嘴巴不敢发出一丁点声音 而此刻怪物却直接跳到床上 接着又从床上跳在了布林的面前 看到这双不属于人类的脚 躲在床底的布林更加害怕 可怪物却对着窗外开始放声嘶吼 没有发现目标的怪物终于从窗户离开 布林健壮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赶紧起身关上窗户 然后胆战心惊地从卧室走出来 想要确定怪物是否真的离开 不料这时屋顶却传来脚步声 害怕对方再次闯入屋里 布林只好冒险跑下楼 赶紧将房门反锁了起来 谁知怪物的脚步声却戛然而止 接着屋里的灯光突然诡异地闪烁了起来 所有电子设备也统统自动打开 电视机和收音机里还传出刺耳的噪音 没想到怪物还会使用超能力 布林赶紧将电视机和收音机关上 直到看到挂在墙上的电话 她这才想到报警求助 可她刚将电话拿在手上 里面也同样传出刺耳的电流声 这让布林无比恐惧 她本想再次回到卧室 却又看见怪物不知何时已经进入了屋里 情急之下布林只好躲到角落 透过镜子她看到对方正拿着电话 而且似乎已经发现了自己 此刻布林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接着就看到那双恶心的脚出现在眼前 两只长长的爪子更是抓住了冰箱门 她知道自己已经无处可逃 于是索性在怪物探出脑袋的那一刻 一鼓作气推开了冰箱门 然而怪物并不会轻易放走自己的猎物 果断再次发动特殊能力拦住了她的去路 这一下差点让布林失去意识 她强忍着疼痛拼命地往前爬 可下一秒身体却不受控制地往后退 布林随手捡起地上破碎的玩具 然后在起身的那一刻猛地朝怪物回去 玩具不偏不倚地插进了她的脑袋 没想到垂死挣扎的反击竟意外带走了怪物 劫后余声的布林大口地喘着粗气 直到天亮以后才敢上前确定对方是否真的断气 见怪物没有反应 布林连忙用一张毯子将尸体盖上 然后又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结果却发现电话根本就打不出去 经过检查才知道是整栋屋子都莫名停电了 甚至就连汽车都无法启动 显然都是那怪物的杰作 无奈布林只好先清洗掉身上的血迹 然后再骑着单车赶去镇上的警局 可不料骑出去没多久 就在路上发现了一辆侧翻的货车 司机早已不见踪影 而一旁的邻居家更是残破不堪 草坪上还有几个诡异的源泉 意识到大事不妙 布林不敢有丝毫当个赶紧来到镇上 然而奇怪的是 街上的人却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他 警长和他的妻子更是恶狠狠地盯着他 眼神中充满了仇恨 两名警员对他的到来也选择视而不见 意识到没有人会帮助自己 布林只能默默转身离开 躲在墙角大哭一场后 最终决定坐车回家 上车之前还特意将自己伪装起来 生怕有人将他认出来 当车子启动的那一刻 布林尝输了一口气 然而车子开出去没多久 他就感觉身后的乘客不对劲 想要换个位置却被对方一把抓住 男人的喉咙里似乎卡着什么东西 布林吓得一把将他推开 可男人又以一种诡异的姿势爬了过来 关键时刻发现异常的司机一脚刹车 而布林也抓住机会连忙跑了出去 好在对方并没有继续追上来 但跑着跑着天空就突然乌云密布 伴随着闪电一瞬间就席卷了整个小镇 当布林再次路过邻居的住处 竟发现邻居一家人都诡异地站在原地 他们高举右手看向席卷而来的乌云 似乎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式 跟公交车里遇到的男人一样 邻居们的喉咙里也寄生着某种奇怪的虫子 此时所有人都同时看过来 这让布林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立刻转身便往家的方向跑去 可刚回到家布林就惊恐地发现 奇怪的乌云已经来到了头顶 种种奇怪的现象让他意识到 事情肯定不会就此结束 于是为了防止晚上怪物再次来袭 布林准备提前做好防御措施 他先是点燃屋里的所有蜡烛 避免晚上太黑看不见目标 然后又利用燃气灶烧了几壶开水作为武器 接着又关上所有门窗 再用一块床单将破损的大门挡住 当他做好一切之后 可怕的怪物果然也如约而至 然而布林的一切努力却形同虚设 因为根本就挡不住怪物的超能力 看着钉子被陆续拔出 布林赶紧躲在一旁 谁知一道强光突然破门而入 在他震惊的目光中 将地上的尸体缓缓地吸了出去 等到强光消失之后 布林慌张地躲进了地下室 因为他知道怪物肯定不会放过自己 而地下室里也不安全 很快一束强光就锁定了另一个出口 吓得布林赶紧躲在一旁 他惊恐地看向楼梯口 发现一只怪物已经闯了进来 此刻的布林甚至都不敢大声呼吸 只能通过卡视野 小心翼翼地观察对方的一举一动 他抓住机会拿起一把剪刀防身 然后又迅速钻进了桌子底下 不料这时一旁的东西却莫名倒下 当他再次回头时 绝境之下的布林举起剪刀 准备和怪物殊死一搏 可怪物只是小手一抬 他手中的剪刀就飞了出去 接着怪物缓缓起身 又拿走了他手里的相片 看着布林小时候和他朋友的合照 怪物似乎在思考着什么 而布林则趁机逃之夭夭 并顺势关上了地下室的门 但他并不知道 楼上那只小怪物早已等候多时 布林听命挣扎也无济于事 情急之下他对着怪物的手臂就咬了下去 吃痛的怪物连忙松开布林 委屈地躲在一旁查看伤口 布林本想起身逃跑 可怪物又一次追了上来 关键时刻刚刚准备的开水 终于派上了用场 连续几次命中面门 让怪物害怕地躲进了角落 而布林则乘胜追击 端起了最后一锅水准备补刀 结果却脚底一滑不小心洒在了地上 怪物健壮立马露出 嚣张的表情步步紧递 布林知道正面硬刚肯定不是对手 于是只能选择战术撤退 可突然出现了强光 却直接将他手中的平底锅 牢牢固定在墙上 强大的力量瞬间让平底锅变形 布林根本就拿不下来 而怪物却可以不受影响地轻松走过来 但他并没有直接攻击布林 只是做出了一个滑稽的动作 这样的举动在布林看来非常诡异 他害怕地连连后退 直至躲进身后的房间 可刚关上房门 怪物就冲了过来 脆弱的木门根本就挡不住对方 布林试图从窗户逃走 却被闯进来的怪物抓住了脚踝 他用力一脚将对方踢开 但还是掉回了房间里 起身后的布林拿起一旁的托把 只能与怪物展开搏斗 混乱中托把被怪物打断 布林见状索性将计就计 直接用尖锐的木棍刺了过去 怪物被钉在柜子上动弹不得 布林没有犹豫又用柜门狠狠砸去 见对方没了动静 他立马从屋里逃了出来 但没想到外面也不安全 一只更大的怪物出现在不远处的屋顶 布林刚转身准备逃跑 就迎面撞上了一个男人 男人正是白天行为举止怪异的邻居 他面无表情地抓着布林往前拖 就这样拖到了大怪物的面前 同时天空中突然出现一艘外星飞船 没想到这些怪物竟然是外星人 只见大怪物站在原地 比划了几个奇怪的动物 似乎在跟头顶的飞船进行交流 布林知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于是拼命抓伤男人的手臂 挣脱了束缚 在男人准备将他再次抓回去时 布林又一脚踢向了男人 被踢翻的男人瞬间 被飞船射出的光束吸住 接着慢慢被吸了上去 但在半空中光束又瞬间消失 将男人放了下来 看来他们的目标是将布林抓上飞船 没有得逞的飞船瞬间消失 而怪物看起来似乎非常失望 于是使用能力将怒气撒在了男人的身上 看到这一幕的布林惊恐地起身逃跑 怪物见状也立马追了上来 趁对方被晾衣绳半倒 布林准备进入屋里 却不料挣脱束缚的怪物已经爬上了屋顶 怪物缓缓朝布林逼近 结果一个没站稳直接从屋顶掉了下来 这一幕让布林当场傻眼 但下一秒怪物就以一种扭曲的姿势扑了过来 关键时刻布林躲进身后的汽车 然后又从另外一边爬了出来 而扑过来的怪物却卡进了车里 挣扎中他的脚掌还打破油箱卡在了车顶 布林健壮果断拿出打火机点燃泄露的汽油 然后立马把腿就跑 再次干掉一只外星怪物 布林露出了劫后余生的笑容 可他还没高兴多久 突然出现的飞船就使用强光灭掉了大火 接着强光又开始追赶布林 他只好再次跑回房间 躲进了二楼的卧室里 但很快又一只怪物就出现在门口 伸出修长的手掌推开了房门 好在躲在暗处的布林并没有被发现 而怪物却被屋里的照片吸引了注意 布林本想趁机发起偷袭 可怪物却直接使出了超能力 一下就把他弹飞了出去 布林艰难地爬起身准备再次逃跑 不料一道红色的光芒突然来袭 直接让他原地发展 只剩下两只眼睛可以转动 红光又将他固定在天花板上 绝望的布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怪物走来 怪物飘在他的面前 然后一顿翻江倒海 从嘴巴里吐出一只恶心的虫子 看着虫子缓缓飘来 此刻的布林害怕极了 而怪物却控制他张开嘴巴 让虫子钻进了他的喉咙 可下一秒布林就突然从床上醒来 似乎刚刚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屋外阳光明媚 屋里也恢复如初 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时布林隐约看到一个人影 走近一看才发现 竟然是死去的儿时玩伴 一开始布林还非常高兴 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出来 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这一切都是幻境 于是直接将手伸进嘴巴 硬生生把那只寄生虫掏了出来 失去了寄生虫的控制 布林再次回到了现实世界 然而寄生虫却从他的手中溜走 布林试图将他抓住 可一艘飞船突然出现 发出强光射中寄生虫 让他再次回到了怪物的身上 此时天空中全是外星飞船 看来这个世界都已经被外星怪物入侵 布林慌忙地跑进树林 但还是没能逃过怪物的追捕 最终被飞船发射的强光吸了上去 飞船内所有外星人围在布林身边 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彪悍 竟然能凭借一己之力干掉他们三个精英 一个外星人好奇地伸出手指 在触碰到布林额头的同时 也得知了他内心深处最痛苦的记忆 原来在十年以前 十二岁的布林在与玩伴玩耍时发生了口角 争吵中对方将他推倒在地 布林一怒之下捡起地上的石头 使手将他打死 而这个被他打死的女孩 正是小镇警长的女儿 但因为他当时并未成年 所以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 因此警长和他的妻子 才会如此痛恨布林 不过杀人的事实 却让他永远也无法摆脱 这件事情也成为了布林挥之不去的心魔 从此以后都生活在极度的愧疚中 不仅如此 小镇上的人都孤立和冷落他 甚至就连父母也将他抛弃 让他独自一人住在远离小镇的郊区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痛苦的经历 才让布林变得如此强大 外星人得知一切后 也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是好 毕竟寄生虫都无法控制他 这时头顶突然出现一响 似乎是上级对他们下达了某种指令 接着强光再次射向地面 布林竟然被完好无损地放了回去 躺在地上的布林喜极而泣 从此以后他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周围的邻居们都变得十分友好 但他们无一例外 都被外星人的寄生虫所控制 外星人正是利用寄生虫 制造出来的美好环境 从而达到他们征服地球的目的 而对于一直以来被孤立和冷落的布林来说 这本就是他向往的生活 外星人也知道这一点 即使没有被寄生虫寄生 布林也会沉浸在这个虚拟的完美世界 无法自拔